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策局的podcast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是中环食肆一位难求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否回来呢? 最近一些媒体报道说香港的财金业出现了人财回流 而且国际企业都加强了驻港的业务 试图传递一些乐观的信息 但事实是否真的好像表面那么美好呢? 深入分析不能够发现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正是经历一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 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变化多数并不是正面的进展 彭博最近有一篇香港街头观察文章 提到中环的中午食肆开始一位难求 好像是平日中午的12点半 中环难贵方要食宴已经说找不到位 则写出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似乎有重新兴旺的趋势 同时也有本地的财经报章以标题 柳伦港归为财金人才回港来港增加的文章 提到有财金界人士说 近期的确见到不少外国的高层管理人员重返香港 大家不时都会碰面 他们主要是来自资产管理、保险业这些 而回港的原因当然是香港属于财富汇聚之地 有生意做 另外一些资深财金界的人也都指出 一些跨国的金融机构 近来陆续将海外高层派驻香港 令到一些专门做外国人市场的豪宅租务受惠 甚至有部分高层在半山豪宅区置业 翻查资料 香港在疫情期间真是一度出现人才流失 最近似乎就有改善迹象 彭博综合证监会的数据统计 直到10月底香港金融业从业人员有近42,000人 已经超越2012年1月的高位 是2003年实施登记制度以来的新高 其中4号和9号牌的数量各自增加了2% 而单计过去的4个月即是6到10月期间 持牌专业金融人士总数净增加就有830人 其中以终信政权最积极 报道提到部分外国高层管理人员重返香港 但这种趋势是否真的能够弥补过去几年 因为政治局势和疫情影响而流失的大量专业人才呢? 这个值得质疑的 特别是2019年社会运动以来 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才外流 许多的国际企业和外籍专业人士 因为政治环境和言论自由的限制选择离开 而报道所称的回流 多数都是来自企业内部的短期调动 并不是真正的长期回归 比如报道提及 谁仍将他们全球财富管理的联籍总裁派驻到香港 但这更多是反映了这家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而不是对香港整体商业环境的信心 另外汇丰和渣打这些银行将高层调动到本港 更加似是出于内部的成本考量和政策驱使 和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并无关系 总体来说 这些回流现象不过是表明文章 难以掩盖整体人才流失的事实 几乎在同一时间 《华尔街日报》就有一篇专题 香港金融中心 如何日益内地化 并且逐渐远离西方 内容就提到 随着国际金融机构 企业和外籍人士纷纷撤离 香港这个世界首屈一指 东方交汇的投资中心 正是变得越来越内地化 当中是一个有趣的象征性例子 是今年春季香港交易所的一场上市仪式 港交所新任的行政总裁陈奕廷发表讲话 但全场就没有英语的即时翻译 这种做法或者是反映了 港交所内地投资者的崛起 但也都无疑令到过去依赖英语 作为国际语言的西方金融机构感到疏离 在意识上 西方参与者对讲话内容一无所知 个个都只能够站在那里默然旁观 这种画面生动回鼓出 香港日益倾向内地化的现实 普通话的主导地位已经伸延至就业市场 无论是投行或者是私人银行 流利的普通话能力已经被视为求职的基本条件 这个要求不单止令到国际人才感到不适 也都加剧了非华语人士的边缘化 香港长期以来 以多用化的国际商业环境而著称 但这个优势正是逐渐消退 报道多次提到 中资机构和内地的资本正是主导香港金融市场 虽然这个在短期内会为香港带来一定的资金流入 但从长远来看 却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地位 彭博资讯的分析师对这个领域仍然抱持乐观的态度 因为他们预测 到了2030年 这个城市管理的私人财富规模 可能与全球领先的苏黎世可以互相比美 将会达到23000亿美元 增长一倍 虽然政府高层频繁外访说好香港故事 看来就是积极争取外国的投资 但实际成效好像很有限 外界说 对香港的负面形象早已经深入民心 只是靠外交的努力 似乎难以扭转大局 想犯这些行为更容易被视为 试图挽回声誉的表面功夫 未来的路虽然还是很长 但如果股市能够作为任何指标 前景可能会逐渐普转 经过多年来落后其他主要市场的指标之后 恒生指数受惠于内地市场的急升和刺激政策 有望扭转经济领域的乐观情绪 仅管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波动性又所增加 但恒指在2024年全年计暂时仍上涨了一成半 有望实现至2019年以来首次的年度增长 有叠头公司也说 就业市场特别金融服务领域 往往会对股市的表现做出反应 但他警告说 目前仍未看到很多高层次的招聘 因此现在庆祝可能还是为时尚早 好了,今集Podcast讲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题目想和我一起谈 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希望可以多些和大家分享交流 今集讲到这里,拜拜!